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今天日期呢1月12号 农历是12月初二星期五 又是一个不想离开被窝的早晨 对吗 今天清晨我起床的时候 手机温度啊只有显示10度哦 不过还有三个地方是温度更低 像是新竹 峨眉 苗栗 三湾还有头屋 大概在三四点的时候都只有6.7度 那这样子冷的状态 要从清晨留意到上午 气象署发布了低温特报 本岛呢只有高频两个地方 没有亮出黄灯 其他都提醒10度以下发生的几率 不过阳光在露脸之后呢 气温也是有望回升的 高温预计可以回到20度左右 各地也是倾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 另外空气品质也还是要提供给您 云嘉南 高频以及马祖金门 今天呢会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等于说是空气比较差 敏感族群的防护措施都记得要做好了 好 现在1月距离油桶花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等到春天来呢就会是它最漂亮的季节 也因为白色的花瓣 所以让它有五月雪之称 可是呢要注意的是它的果实油桶子 外表长得很像坚果 可是却具有毒性 苗栗泰安就发生了有五名国中生 因为好奇而误食了油桶子 结果发生了腹痛 呕吐 医师表示如果误食严重的话 其实还有致命风险 消防局货报有学生中毒 立刻派遣救护车前往学校 索性中毒的学生意识清楚 还能自行上救护车 这起集体中毒事件 一共有五名国中生中毒 因为好奇而误食油桶子 事件发生当时 一名国中男学生下课捡了油桶子食用 他说爸爸说可以吃 其他四名男同学就跟着食用 医师说误食油桶子可能出现腹痛 喉咙痛 上吐下泻 头晕 头痛 嗜睡和疲乏无力等等的症状 那因为现在这个油桶子 它并没有解药 所以只能到急诊室来安排席位 将残余的油桶子把它取出 并且给予点滴加速这些毒素的排除 油桶早期被广泛应用 在生活用品和军需品上 每到四五月油桶化盛开时 吸引许多人观赏拍照 而成熟掉落的果实油桶子 含有铜酸 造素 具有毒性 油桶花的果实 其实它是有毒性的 但是因为它的外表长得像是坚果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 看起来是可以吃的 然后就会拿来食用 严重的话当然也是有典体记载 就是说严重的话 也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 医师提醒不要随意减食果实食用 以免把毒性吃进度危害健康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国际方面来关心美国也是天气的部分 冷的情况已经可以用严峻来形容 因为当地遭到了大范围的冬季风暴袭击 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当地从周末以来已经夺走至少六条人命 从南部中西部到东岸地区都可以看到它出现了极端天气 有狂风 豪雨 暴雪 龙卷风的三重夹击 超过了1.6亿人受到影响 还有60万户的用户式断电 交通部分则是有2000多个航班加次被取消 可是这个坏天气还没有结束 预计会持续到这个周末 从车窗往外拍到狂风暴雪不断吹袭 路上车辆被强风包围只能暂停不敢前进 看起来险下还真 美国连续遭遇冬季风暴侵袭 一路横扫全美各地 北卡罗来纳州新则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里达州许多房屋被吹到整个青岛 建筑碎片和家具散落各地 空拍画面看起来就像是被轟炸过后一样 满目疮痍 受到冬季风暴影响 佛州四十九线宣布进入 紧急状态 连同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南卡罗来纳州 光是在一天内发布至少十四起龙卷风警报 东北部的纽约州 滨州和新则西州 吹起强烈阵风还下大雨 一夜之间同时多达六十万用户断电 纽约市紧急撤离至少两千名移民 到一所高中避难 美国媒体NBC报导全美总共有1.64亿人收到冬季气候警告 但极端天气还没结束 预计在当地12号开始 还会有新一轮冬季风暴袭击 达新闻综合编译 镜头再回到亚洲地区来看到缅甸 现在应该是他们的凉季 过去平均温度大约在30度左右 可是今年也是异常低温 甚至在夜间还出现了10度 所以发布了低温特报 就怕民众遇寒的衣物不够 仰光慈激志工紧急准备了毛毯还有物资 前往村落发放 仰光的慈激会所里 几位年轻志工忙着准备毛毯和预寒衣物 因为一向温暖的棉殿 元旦后气温突然降低 联络处赶紧准备物资要发放 准备好的东西 志工进到欧甘镇 瑞纳滚村发放 大家分成多组作业 有人在供修处领取这份爱心 无法出门的也有志工专程把物资送到家 25岁的艾艾昂 丈夫两个月前因车祸往生 他独自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根本无法外出工作 幸好有邻居帮忙和慈激的生活补助 让一家四口能平安度日 异常的低温让农村的贫户猝不及防 志工依照每户人口数的多寡准备足够的物资 很多孩子一拿到衣物 满脸笑容立刻失串 在新闻黄鹿发 郭维阳 陈永胜 陈永华 缅甸报道 同样也是提供给需要的人 衣物干粮地点在尼泊尔 去年11月西部发生了强症 目前还有很多受灾家庭 住在帐篷里 所以新马茨基志工 就前往了当地来发放物资 也和居民一起兴建检疫教室 空中鸟看 曲贝尼中小学的校舍倒了一半 原本周围部落孩子的就学率就不高了 教室毁损后 学童来上学的意愿就更低了 地震后学校师生客难上课 此季除了协助原件简易教室 也采买物资和预寒用品 让暂时在帐篷栖身的他们 能温暖过冬 这是当地居民的新年期许 此季之功也将持续当他们的后盾 圆满这些心愿 大爱新闻 徐世权 杜西 优尼斯 尼泊尔报道 历史今天单元回顾1月12号的这一天 四年前此季和台南市府签订了共善备忘录 台南成为六都之中 第一个和此季合作的城市 还有仍然极易游行的 新冠疫情严峻时期 当时全台金斯堂都化身了疫苗接种战 2022年1月12号 金斯堂化身接种战 施打第三剂疫苗 施打第三剂来我们里面请 2022年元旦过后 持续防堵新冠疫情 政府推动大规模施打疫苗 鼓励民众接种第三剂 此季出界多个县市的金斯堂 或会所作为指定接种战 今天是我们中立职业园区 打莫德纳的第一天 所以相对的民众就来得非常的多 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发号码牌 有一千位的民众了 本日中立职业园区 及桃园巴德金斯堂率先启动 一直到1月27号 包括台中 新竹 宜兰 基隆等地的社区道场 也陆续加入守护生命的行列 一点很舒适 然后服务菜都这么多很好 这就蛮不错 敦琪牧林 解善员 香鸡烹煮美味素食 为了辛苦工作人员 我们香鸡每一天的菜单 希望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同样的护理人员 要让他们吃得很欢喜 而且很营养 要色香味俱全 打针的部位 有红种乐透回去 记得不要去挤他要冰敷等 其实我们看了这个场地 我们其实也很感动 因为能够提供这样的 可以出来这个很容易 对对对 而且提供真的很有口 隔年2023年 防范变种病毒威胁 1月12号起 此际印台中市政府要求 提供包括 谭子 民权 杀戮等地 共计六处场地 作为莫德纳 测试的疫苗快打战 2020年1月12号 此际与台南市政府 正式签订合作 共善备忘录 成为六都第一个合作城市 这也是我们慈善的本质 我们也希望能够 落实台湾的在地的慈善 2016年0206地震 围观大楼倒塌 蓝天白云现身 登革热防治宣导 志工投入参与 此际的纪录片如常 内容讲述 仿视关怀 更被台南市政府 列为员工教育训练课程 能够跟实际学习 能够有更多的 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 以及在关怀民众的时候 能够更到位 能够更发慈悲心 合作共善备忘录 主要有四大项目 分别是慈善关怀 防灾教育 环保生态 公益人文 至今全台22个县市 都与慈济签订 合作共善备忘录 2005年1月12号 美国南加州土石流 慈济援助 美国加州的滨海小村 拉拱击达 10号爆发土石流 造成10人丧命 10多人失踪 救难人员连夜搜救 抢救生命 你所看到总共是 12到15栋的房子 那全部今天的主力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还有10个人失踪 透过红十字会的引界 志工本日抵达 土石流重灾区 关怀救难人员 与受灾民众 接下来早安慈济请单元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与如素有关 要带你认识这一位 是高雄凤山的慈济志工 李慧妙 他说为了推速 预计要演讲一万场 我们现在马上就把时间 交给记者汪崇文 还有林道明 早安 好 如素 推速 劝速 救地球 我们今天的早安慈济请 要请到的是慈济志工 李慧妙 慧妙师姐早 丛文早 慧妙师姐发愿 为了推速要讲一万场 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大 那么事实上 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来准备 那么从运用一些桌游 以及设计一些游戏 那么以下 我们先透过这段影片 来感受一下他生动的讲演 烤鸡烤鸭 都不会让地球发烧 换 会不会让冰冻掉 请每一桌都要敲掉四块冰 记得要敲去 我们就没机会了 开始 开始 加油 加油 好 来 起来 我的血好重啊 等一下 你都没有平均了 下来 下来 他可能一天来就这样痛 然后顶回去再来 他就明天才能来的 大家为了这个水 再过日子 一直用塑胶袋 一直塑胶袋 让我们的地球也发生了很多的危机 这段影片可以感受到 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生动 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推速事实上非常不容易 不过灰庙师姐用非常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融入这个情境里面 一开始想问 灰庙师姐 当初怎么会发愿要讲一万场 其实我想这个是因为受到陈哲林师兄的影响 因为他曾经发了愿要讲一千场 但他很快的时间就圆满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上人一直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个人 或是哪个环保讲师 而是每个人的力量 所以我想说我可不可以也来发个愿 因为那时候想说到底一千两千 那上人告诉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 我想说要不然就凑个层数吧一万场 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自己不晓得怎么讲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因缘就是不可思议 我想这个数字不是让自己 因为上人一直跟我们讲要无量 所以后来我也不执着在这边 但是因为当我去分享每一场多一场 其实那个是自己前进的一个动力 那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弟弟跟我算过 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 他说姐姐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也不可能天天讲 然后呢你如果真的天天讲一万场 你要讲到八九十岁 后来我想说其实也不执着这个 我觉得我们慈激人就是 我这辈子讲不完 但是我有下辈子 我有深深思 我想这个是给自己一个目标 一个前进的动力而已 好 发言讲一万场 的确相当不简单 千头万绪 那么事实上呢 慧茂师姐她一开始呢 是从慈激的营队开始讲起 然后呢再到校园 最后还到军校跟监狱 现在相当不容易 对 其实我目前分享的场次呢 已经两千多场了 但是呢 大部分都不是慈激的道场里面 而是可能很多外部的团体 那我们会用比较简单 生动的方式 像在校园里面 孩子可能是要从慈悲的角度 然后针对老人家 可能要从健康的角度 针对年轻人呢 可能就是那种环保的议题 那包括在狱中 他们可能要的是酒驾 那个跟反毒的部分 那那个军中是反毒 跟那个 阿军中就是那个 心灵教化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通常会针对 主办方的需求 但是我会在自然而然 融入这样的一个 环保蔬食的议题 因为蔬食是做善事 最快的方式 而且会融入现在议题 包括现在日本的一些地震 我们告诉它为什么地震 原来跟全球暖化有关系 那全球暖化怎么来的 原来跟蔬食有很大的关系 好 事实上呢 慧妙师姐在推诉的时候呢 是从不同的场域 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么很想请教 慧妙师姐 有没有希望从这个 讲演的现场当中 获得哪些的回馈 或者是希望说 在这个讲演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的效应可以出现 其实推诉真的不容易 那我觉得我做的并不是什么 而我是希望把这件事情 带动大家都在关心这样一件事情 我只是加入那一股力量 今天来听的人 一百个人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改变 也许不是每天 他可能今天回去那一餐 他就输死了 或者一周一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渐进式的 那当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才能够带动那个影响力 那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桌游 你看当我们跟他讲全球暖化 他可能还是无感的 可是当他透过游戏 当那颗地球掉下来 当那只气额掉下来的时候 他心里是有震撼力的 是让他的内心是有感触的 那也许他就会让他去省思 我也要不要加入这样的一股 改变地球 救世界的一个力量 那么事实上讲到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两三千场了 那么事实上一颗小了 螺丝定量也慢慢地产生了一些效应 那么也有胜利去加入了 对 我们其实在前几年 有成立高雄的一个一千 环保推广团队 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是一千 我说我来帮大家发愿 要加入这个团队的人 每个人都要发愿参与一千场 环保蔬食的推广 那大家就慢慢进来 因为开始大家真的不敢讲 那因为我们游戏的东西很简单 比如说你这一场来 你只要学会这一个 原来这么简单 我只要教大家玩游戏 那在透过不同的参与的过程当中 他就一步一步在学习了 那像现在这几个月 我们有很多的校园的 那个分享的活动 那很多社区的人 他们也会再进来 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人 发现原来他愿意推速 愿意加入环保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那么困难 原来是一件很简单 又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苏食共善护大帝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是如素了 那么事实上说难也不难 那么最难的可能就是刺激以恒了 今天是早安其地情 我们把镜头讲完给朋友主播 好 用趣味的方式 让大家对素食书醒相信会影响到更多人 我们谢谢重文的连线报道 好 再来镜头要来到马来西亚 则是要看到的是实业家 他们同样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这一次走进企业 带员工了解素食好处 肉是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墳墓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肚子来做墳墓 特地邀请慈禧志工来到公司 说明如素的重要 是行善也在行效 我妈妈本身也是一个素食者 所以希望她可以跟我们一起 对这个环保 少这个世界环保 然后少吃肉 多吃菜 对自己的健康也好 实业家志工团队 慕心慕爱也推广蔬食 希望能够打造更健康的企业社会 我们所有的员工启发的那种慈悲心 然后就是有那种善良的心态 发挥实业家的力量 要邀约更多人一起来行善 敌人地下 远离灾难 战争慈禁 大约新闻的冯绿熙 马来西亚报导 回到国内最近新店禁司堂 有多场的岁末祝福陆续登场 昨天下午就是由台北四个区 还有基隆的慈禁人来合力完成 现场也有法海演绎 震撼人心 发生大师慈悲菩萨 七星斩几场再三围 天安淡漠无畏无语 天安淡漠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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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即清晨只是寻寻 手指骨头一排牵牵 无量花门细写在牵 得大之悔 弓大祖方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晴时多云 气温10到22度 降雨几率0到10% 中部地区 气温11到23度 降雨几率0 南部气温13到25度 降雨几率0 东半部 气温12到22度 降雨几率10到20% 离岛 气温10到20度 降雨几率0 现在时间将继7点 太阳渐渐露脸了 不过整体温度还是偏低 只是越晚会越来越温暖 一无忌刀 事实增减 因为到了晚上天黑的时候 还是会变得比较冷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我们再会